今天我们来收纳 距离上一次收纳已经过去好几个月 今天我们来安排一下吧 首先是Harry熊粮 这两天刚到的粮 之前的都给吃光了 先装起来吧 还没装满哦 我们再来一包 装不下了 剩下的我们下次再装 盖好盖子 装好了 然后是巴尼熊粮 这款我是给家里一只老连鼠吃 大概吃了一半了 只有一包了 没有了 然后是品高仓鼠粮 这款金丝熊和仓鼠都可以吃 平常我会混一些到粮食里面 这包吃了一大半 没多少了 我们再来一包吧 然后是五檀爱新粮 可以让鼠鼠的毛发变得有光泽 每次放两到三颗在粮食里面 一包可以吃到天荒地老 再来一包吧 刚好装满了 然后是维特摩伦素食锦零食 里面含有多种果蔬干 家里鼠鼠特别喜欢 但是不能超过主粮的20% 之前我家里腊包吃了好几个月都没吃完 所以熟口少的一定要买分装哦 装好啦 然后是增压葫芦八子 可以预防仓鼠糖尿病 回头给家里鼠鼠尝尝 先装起来吧 每次配粮放一块就可以了 然后是猫草鸡肉条 猫草有化毛的作用 鸡肉还可以补充营养 一条可以吃好几次了 吃不完的记得放冷藏哦 我们来装一下 罐子的长度刚刚好哦 刚好发现还有几条雪鱼口味的 也装起来吧 然后是马卡尼乳饼 我和家里叔叔都特别喜欢 里面含有牛奶和丰富的钙质 还能提高免疫力 除尿错 然后是混合冻干肉 里面含有五种不同的肉类 可以给叔叔补充不同的营养 每次配粮放两到三颗就可以了 然后是品膏维生素C颗粒 可以给叔叔补充体类的营养元素 增强免疫力 一周给两到三颗就可以了 然后是木光森林的磨牙饼干 这款可以保护肠道健康 还可以给叔叔用来磨牙 每次配粮放一块就可以了 闻起来还有一股香草的味道 然后是淡水银鱼干 可以给叔叔补钙 还有补充蛋白质 我还以为会装不下呢 刚刚好哦 然后是冻干草莓 是用天然的草莓加工 无添加无色素 撕起来酸酸甜甜的 里面还含有丰富的维生素和矿物质 每次配粮放两三颗就可以了 然后是刚做好的火龙果溶豆 先装起来吧 不然放太久它会变软哦 今天收纳完了 来说说你最喜欢的零食吧 多长安 我们下个软度 所以我们下得大 我们下个软度 谢谢观看